而欢迎港警总队为了提供园警们更完善的体能训练空间 特别集结众人构思动手DIY 将队部内的设置听设 导造成为了一间专属园警使用的健身房 麻雀虽小但无脏俱全 让同仁们有一处不怕风雨的安全运动场所 也让原本就有在健身的同仁 不必在这套腰包上健身房 不管是要做重训增肌 还是一般的有氧运动 在体能训练室中各式健身器材都应有尽有 这次花莲港警总队为了提供园警们更完善的体能训练空间 特别集结众人构思将队部内的前置听设 动手DIY打造出的园警专属健身房 那这边年轻的同仁也非常多 通常都要有健身的习惯 那港口这边就是风大雨大的 比如说有风有雨没有地方 这个地方刚好没有使用到 过去都是放一些制裁室 非常可惜 所以我想利用这个地方做了一些修整之后 就非常好的一地方 而且蛮通风的 有些比如说油漆啦 整理里面的一些都是由每一个同仁 自己来做来拆除等等 来搬除 这个经费大概如果以市价是蛮多的 那金友会的益助再加上我们自己有一些经费 有一些剩余的经费来用的话 大概就是三十几万就完成了 麻雀虽小但武脏俱全 完善的议题设施及舒适环境 也让园警们都大战又运动超方便 总队长张维正也指出 虽然体能训练室没有与健身房合作 但针对器材摆设及管理原则 都有经过专业评估 未来也会是同仁需求 实时增添相关设备 让体能训练室能持续提供良好的健身环境 也达到舒压强身的目的 记者 许立晴 华联士报导